继续厉害了我的国的展播 在连接成都和贵阳的城贵铁路上 作为贯通权限的关键性控制性工程 宜宾金沙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的主拱 前不久顺利实现了和龙 这座大桥呢 是目前上世界最大跨度的钢箱拱桥 它的铁路在上 公路在下的设计呢 在国际上也是首次 这座大桥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成 但已经是转足了眼球了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现在我所住的位置是 城贵铁路 铁标 宜宾金沙江东铁两用桥 主桥钢梁架车 施工现场 我身后就是世界跨度最大 336米东铁两用钢箱董桥 在这个桥梁上工作来 决定三点半了 在这过程中呢 就打下了很多的态度 但是这是什么时候的 因为你看吧 这个桥梁搜索的危机 我在铁铁大桥工作快八年了 但虽然我感觉到无比的自豪 我骄傲的能够在铁大桥 贵铁两用桥上工作 自14年毕业以后来到宜宾 参与这座世界级桥梁建设 我很志豪